917繼續 那頭五題兵充不用大家在這裏做 因為大家之前都做過很多 那回家自己搞一下 那我們第六題開始 題目就問 Marble Chalk 和什麼呢 通常主要成為Calcium Carbonate 當然就是Limestone 然後Calcium Carbonate decomposed to 什麼 Calcium Carbonate 當然要記回Calcium Carbonate Strong Hitting就會產生Calcium Oxide 還有Sil2 那我們在這裏就搭Calcium Oxide 第八題這個其實問了很多次的了 Silicon Semi Metal 也經常說什麼時候才倒電 或者這裏所謂倒電能力提高 也就是受熱 也就是雜質 第二 這個呢 其實就看大家對那些Bonding有多熟 如果不熟 就多麻煩這題畫了才有答案的 Carbon和Oxygen就form CO2 然後呢 就是說那個Molecule share 它們的電子 去形成兩個什麼的Covane Bond 這裡我們其實是Dub2 Dubble Covane Bond 畫了出來你就會看到了 C O O 交叉交叉圓點圓點那些 兩個Dubble Bond 那就是Oxygen的那些 Oxygen的那些 Oxygen的那些 Oxygen的藏身 就為了這個藥 好 第一題 第二題不用的 第二題因為二是Troces 第一題呢 那些遊戲的藥片 即是康蓋斯那些朋友 他說呢 就有兩種成文的 一個就是Solid Carbon 一個就是Solid Acid 那你看到很有趣的 他不寫整個Compag的名字 即是不寫Solid Carbon 還是Protestium Carbon 因為其實在這裡來講 那個Cat Iron是不重要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它Skip了 就是要留意Skip了不代表沒有 因為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可以只是 扔那個N-Iron進去 不是的 其實是整個Compag 不過就 Cat Iron也沒有提 那會跟Solid Acid 那當然我們知道 後面也有說 如果扔入水之後呢 其實就會有一個 Colorless Gas Bubble 走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 那個Compag 和酸 碰到水之後 就產生化學反應 即是溶解了之後 這兩個物質產生化學反應 從而產生消除了 那所以呢 他都還未完結 他說這個收集到的氣體 即是CO2 就把它Bubble 下去 Limax Solution 和Narm Water裡面 那Narm Water 我們當然知道 它會變成Milky 那Limax會怎樣呢 如果好記性呢 就記得 CO2點到水會產生Carbonic Exx 所以Limax Solution 會轉成紅色 轉成紅色的 要留意 A,B,C,E A,B,E兩派問的 A就問有什麼氣體 那我們回答Carbon Dioxx 留意不要寫CO2 寫Carbon Dioxx B State the observation in test of Limax Solution Expain Briefly 這些題目就難了 看看你讀不讀得到這麼遠 因為大部分的同學 讀過Limax Solution 都已經 就是 無力再讀下去了 那這個是其實說 Excess Seal 2 BubbleLimax Solution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那如果Excess Seal 2 BubbleLimax Solution之後 然後呢 那 那就大件事了 因為它會溶解了 會產生Telsium Hydrogen Carbon 變成會Desolve 那這個看看大家 就是讀 讀的時候有沒有讀到這麼遠 因為 這個部分都可以少人讀的 因為比較難問一些 那如果其實你看看自己 就是 貼不貼 如果你覺得 我 我已經 基本東西都讀了 那你就 可以抽時間去讀這些 如果不是 就算數了 免得犯 D Suggest How to Store 這些藥片 應該怎樣儲存 去避免這個reaction出現 因為那個reaction最主要是碰到水 所以就要避免它碰到水 簡單一點就是放在乾糧的地方 乾爽的地方 OK 好 第二題跳了 不用 第三題 第三題這題其實都頗困難的 那看下來就知道了 Sample of Brine 它講得明白了 Concentrate Sodium Chlorisolution 那 當然 正常就什麼鬼都沒有 但是這裡它說 有Calcium Chloris作為Impurity 很像 不過我先提醒一下 其實這裡所謂的Calcium Chloris 那個雜質 其實 只是說Calcium Iron 而已 為什麼呢 因為 Calcium Iron 和Cloris 或者這麼說 你鹽串了下水之後 其實 Sodium 和Cloris的Iron 就會分開了 同樣的道理就應用在Calcium Chloris Calcium Chloris 添了下水之後 或者添了下水之後 添了下水之後 會溶解 溶解之後 其實就拆成Calcium Iron 和Cloris 所以 嚴格來說 只有Calcium Iron 而Calcium Iron 就不算雜質 那如果它說 有方法去remove它 怎樣remove呢 就是加Sodium Carbon 那這題 那這題本身 它描述的部分 就是描述的部分 已經夠困難的了 那我們先看A A 不是看A 先看B A不重要 不影響我們回答B 它說 Explain how Calcium Chloris Can we remove by reacting with Sodium Carbon 它叫我們解釋 為什麼 就是加了Sodium Carbon 之後 我們就把Calcium Chloris 拿走 在這裏我寫一個 work equation 給大家看 不是work equation 寫一個 chemical equation 給大家看一看 Calcium Chloris 加Sodium Carbon 會弄到些什麼 因為現在它說這兩樣東西 其實嚴格來說 大家沒見過這件事 就是這兩樣東西 就是叫做 產生化學反應 Carbon 就是讓我孫子見過 是不是 Carbon 就是加熱 你都見過 但是你把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就從來都沒見過 所以這個已經是第一個 最難的地方 第二就是說 其實 好啦我就算接受到 它兩個會產生化學反應 但是那個化學反應 是什麼才可以的 沒有說過 它就是說 能夠remove到最後 所以這就是第二個難 我們會這樣去理解 其實大部分 後期 就是你 假設你中四讀營 的話 你會遇到這些 類型的問題 我們這樣去做 那個CAD-Iron 和N-Iron 會交換位置 就是換了對方 那個CAD-Iron 和N-Iron回來 換了之後 會產生什麼呢 就產生 Calcium Carbon 和N-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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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物質 會產生這兩樣東西 那產生這兩樣東西 又如何呢 就是又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產生了N-Iron 就沒有問題 因為本身那些東西 都是N-Iron 現在我們說的 那個雜質是Calcium Carbon 就是Calcium Iron 那你還好想不需要 所以還要加多些Calcium Iron 就是本身已經有Impurity 你還要加多些東西 不需要多兩前重 但是實際上就不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Calcium Carbon 你應該認得它 其實是不溶在水 那不溶在水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Filtration這個方法 出去隔走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它這裡叫我們解釋 為什麼可以remove到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產生了一個 insoluble的Calcium Carbon 你就可以用Filtration 去把它remove 就是這樣 Bip很難 我都可以再說一次 因為本身 大家還沒見過這些reaction 這個聽得明白就算了 第四 當然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讀這部份 其實你可以掌握這個方法 就是你兩件東西 如果你都沒見過的時候 你經常將它們的Cat 和NR交換 交換了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東西 通常都 好 第四題 有什麼方法去Distinguish 這兩個文質 A 就很簡單 用Flame Test 這樣就不渾氣了 B 就Carbonate Iron 和Sulfate Iron 那Carbonate Iron 我們剛剛已經說了 你只有兩件東西 跟它有關 學了的 一是加熱 一是棉木酸 加熱 又好棉木酸 它都會產生SIL2 那當然Sulfate Iron 就不會 所以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將它們 就是兩個區分 一個就會有 Colorless Gas Bubble 產生 一個就沒有 如果棉木酸的話 如果你加熱就麻煩 因為加熱 你Carbonate 出二氧化碳 其實你看不到 你要將它再送到 Line Water 令到 Line Water 的顏色轉用 Milky 所以寫上來 就複雜了 好 第五題 第一二 不是 第一二 三 我們都不說 因為其實都做過很多 那我們就說D D D就問呢 如果將Massan 蛋默熱水會怎樣 那 前日上課那些課 我學過 看看你們 先生教 即是跟你們講了沒有 Massan不等我熱水呢 複產生命 Massan Oxide 和Hydrogen gas 看看學了沒有 有學 你就自然懂 沒有學 就現在聽 因為 既然 星期三 他們都說 有教 你要掌握 那 問Observation 有 Gas Colorless Gas Bubbles 當然 就是這樣 好 這部分 大家聲稱給他 這個呢 建議大家讀熟一點 這個部份 那是什麼來的呢 這裡的例子就是說 現在我 有三個Isotope 即是Massan 因為他的題目 本身說了三個 雖然我們跳舞狂了 那現在回上去說 他說 用 放下熱水這個方法 可不可以將它們區分呢 即是想要三個Isotope 區分呢 讓我們解釋這樣 在這裡其實 留意一下 一件事 他問那個 這個荔枝其實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什麼 其實 就是說 他題目的那些物質究竟是 physical 還是chemical properties 是一樣呢 什麼意思呢 因為如果他們 physical 這裡我這樣說 如果他們三個 Mannessum 的Isotopes 他們的chemical properties 是一樣的話 你用 靠 將它們放下熱水 而 將它們區分呢 是沒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做的 化學反應是一樣的 那當然你和一個 element的化學反應 當然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 以這一題 那個答案就是 不可以 將它們 Distinguish 的 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 後面 問的意思就是說 你知不知道 題目問那些東西 究竟 是哪些 是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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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 是動作 是動作 所以如果 回答 那有什麼方法 可以 將它們區分呢 我們就要用 一些所謂 或者 那種 至於 那個 或是 實際上 什麼 就不需要知道 它不會問你 那麼 變成這個 所以大家就留意 OK 那麼 第六題 第六題就 給了一個 periodic table 的部分 不是全個 而且一些 element 用英文字母代表 那麼 A part也很簡單 不講了,講了很多詞 B E 叫我們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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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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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